渦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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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一個很偶然的這樣一個機會 深圳市福聯 推薦我們跟這個 激州省福聯 進行了一個溝通洽談 提到的是贵州秀良门他们的这种警救计划 怎么样给予这些秀良门他们的这种持续创新率 基于这样的一个因缘吧 我就去了贵州去考察 去到贵州的那几天 我觉得自己就像海绵一样在吸收 走到那些古镇 然后去看了很多的博物馆 也去到了他们的这些民间手工艺人 跟他们做一些交流沟通 在那个环境里面去感受这个苗族人的这些文化 我觉得真的很有一种被触动的感觉 他的DNS渗透到每个苗族的这种秀良 他们的血液里成长的过程中 为了他将来的出嫁 他会去精心去制作这样一件绣品的 这样一件衣服的这个过程中 他是带着情感带着梦想 带着记忆带着温度去做的事情 所以你会被他的作品深深地所打动 所以我想这一些东西 如果仅仅停留在那个时代 停留在过去的话 我觉得太可惜了 我们设计师应该去发现它 然后找到这些保护 然后如何让它形成我们的设计力 然后进行转换 让当下人更多的人去认知它 了解它 然后欣赏它 所以在这次的10等于10的这个项目 我们的这种时尚供应平台里面 我们提出了用设计扶贫的这样一个概念 希望是我能够代表 或者是带动我们这一批 有社会责任感的设计师 去不断去挖掘中国传统的手工艺 然后去用工匠精神的这样一个信念 去持续创新 让飞翼传承能够持续的传承下去 10等于10的项目里面呢 我们除了就是提出来一个设计扶贫的这个概念里面 我们有几个项目 一个是把传统的手工艺描绣 如何去跟我们的惠州高定这个品牌 这个无控链接 我们把绝对传统的跟绝对现代的进行一个碰撞 第二个呢我们结合飞翼传承 这次我们做了一个家手下留情的这个展览 就是传统手工艺刺绣的这些绣品 包括衣服的一些收藏 我们也开办了这样一个亲子工艺课堂 能够在这个学习这些传统手工艺的这个过程中 去感受手工给你带来的这样一个生活的快乐 除了我们这一代 我也希望我们下一代 我们有更多的中国人都去关注传统手工艺的发展